第408集 这片地下世界非常的广阔 深远的地宫连成一片 也不知道通向哪里 不像是一个大墓 倒像是一大片地下古堡 沿途他们看到很多尸体 偶尔还有一两个阴兵冲杀出来 不过这挡不住叶凡 毕竟不是数千兵马冲锋 叶凡向大黑狗揣衣 一会儿进去后 多留意一个胖道士 不对 他改变容貌了 是这个样子 你是说 让我关键时刻咬他一口 抢夺宝贝 大黑狗斜着眼睛看他 这种破事也好意思让我做 其实如果可以 我自己愿意咬他一口 但是我牙齿不利索 没法跟你比 那个混蛋肯定能够寻到宝贝 你只要盯住他 保准是满载而归 这座古墓气势灰红 如一片地下宫殿 石柱盘龙 墓壁客奉 非常的讲究 地宫一座连着又一座 突然 喵的一声凄厉的猫叫传来 一座石殿中冲出一道无光 扑杀叶凡 快如黑色的闪电 这是一个庞然大物 长达五六米 锋利的爪子有一尺多长 他形似一只大黑猫 但是身上长满了鳞片 强壮有力 牙齿如匕首 寒光闪闪 叶凡一拳打出 黑色的大猫被打碎 除却化成一股浓重的阴气外 还有一滩乌血流下 黑黄流出凝重之色 阴体产生了血液 这个地方可真够凶的 恐怕被封印了一两万年了 沿着地宫深入树立后 叶凡越来越心惊 他看到一头高达十几米的巨人阴兵 化生出了血肉 但却被人斩掉了半边身子 像是大荒脊 留下的伤口 不久后 他接连看到数十具身体 生有鳞片的阴兵 身边有不少破碎的倒攻击武器 他们像是被灼烧过一般 少了半截身子 这很像是摇光圣子的圣光束 隆隆隆的 黄水滔滔一条大河 穿过地宫奔流而去 黄得让人心计 有一股腐臭的气息弥漫 前行不多时 叶凡见到不少身穿金衣的 阴兵光灿灿的 面色红润 仿佛有了生命 不过已经劈杀了 随后 他们看到了数座巨大的枯骨堆 有大蛇在进出 猙獰而凶恶 而后又看到一片血湖 当中一有生物出没 不过似乎是被前方的人杀怕了 没有冲过来 总共前行了十几里 才来到地宫的尽头 景象竟然完全大变样 引起一扫而光 就在前方一片通明光灿灿的 无比的明亮 那是一片穹楼玉 坐落在地宫尽头 非常的圣洁 有一道道锐财在绽放 一道道霞光在四射 周围一片葱绿 竟有不少奇花异草生长在这地下世界 叶凡有些惊讶 真是怪了 原以为是鬼巢 到头来却是这样一片 绽放盛光的宫阙 这片楼宇呈金黄色 但却近乎 晶莹透明 似黄金又如淋浴 非常的瑰璃 大黑狗见到这一情景 吓了一大跳 我的 本王不会是看错了吧 这么圣洁的力量 难道是想以师正地补偿 几好月 君士小鹏王 姜家身体 以及诸圣帝的人都进去了 不知道他们会发现什么 叶凡眼露神光 黑黄惊疑不定 犹豫不前 他担心有人想以师正地 叶凡摇头 不可能出什么师弟 里面有大战的声音 如果真有那种存在 纵然是全东荒的修士来了 都要兴神俱灭 这片楼宇 以金玉为柴 晶莹闪束 黄光灿灿 剔透如水晶 一针一换 他们拾接而上 脚下的玉阶 刘逸 瑞霞 没有一点阴气 倒是充满了芬芳的花香 穷楼玉被花草环绕 走进第一座玉殿中 浓郁的灵气 顿时扑面而来 一切都亮晶晶 光闪闪 所有器物都是灵狱 雕筑而成 叶凡荡先向前走去 分开前进 免得引人注意 黑黄将身体变得更小 不过一尺多长 如一只灵猫 迈开猫部 前行逆踪 悄然而进 第一宫阙 地上充满了血迹 很多修士死于非命 尸体几乎被打烂了 此外还有几个阴兵 不 或许该称为阴将 他们虽然被批杀了 但依然栩栩如生 背后有一对黑色的羽翼 长达两米 以手指敲在上面 强强作响 肩不可摧 看似祥和 还是有这种东西在此守护 真不是什么善递 叶凡 略坐犹豫向离走去 第二座公雀让他很遗憾 如果踩在地上 鲜血足以淹没双脚 除了修士的尸体外 还有一条八头大蛇 大蛇横尸 鲜血流了一地 整片宫殿都被淹没了 腥臭无比 黑黄在远处择舌 阴气化成出 那么强大的血肉 还真是够可怕的 不想 到底还是被干掉了 叶凡在上面发现了 大荒挤的切口 又是被金翅小鹏王劈杀的 这个妖族的未来王者果然是横涌啊 幽静的电语中 传来叶凡自己的脚步声 哒哒哒哒的 当进入第三座公雀 一片银芒扑来 恶风扑灭 他被惊了一跳 捏印打出 当的一声大响 将这个生物震了出去 这竟是一只飞天夜叉 一芒闪烁 面目猙獰 生有一对银齿 雄剑有力 低沉咆哮 再次向他扑杀 叶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传说最起码有四级秘境的实力 非常的强大 难以对付 不过 他并不惊惧 这只银齿夜叉 虽可步 但却奄奄一息 早已被人打烂了半个身子 如今 没有多少力气了 他轮动金色的巴掌 仿似翻天大印 狠狠地劈了下去 碰的一声 将飞天夜叉打碎 在这层大殿中 足足有十几具银齿夜叉的横尸 这等若十几位四级秘境的修士 但却被诸圣帝的弟子全部打死 年轻一代的圣帝传人 实力之强大可见一般 同样 大殿中也有人类修士的遗体 伤亡惨重 赤血多于银色血液 地面是红的 不久后 叶凡进入了第四层大殿 人类修士的尸体更多了 整整遗底横七竖八 血雾缭绕 在这一层殿羽内 有六具特别的尸体 并不是人类 而是六名羽化道人 全都皮包骨头身穿道袍 他们的皮肉 金铲铲干巴巴的包在骨头上 体表生有一些短小的羽毛 用手触碰 他们的身体重弱万钧 羽毛蒸蒸作响 这并不是因其化形而成 而是真正的修士作画后 被人祭连成的 因灵入主 这样强大的古师 具有不可思议的战力 超越四级秘境 六名羽化道人都被打死了 强大的精神被打得折断 这几名圣体传人果然恐怖 叶凡虽有精益 但是并不多么意外 鸡浩岳与江家神体等人 斩出异象后 可以跨一个境界作战 连老辈的强者都可斩杀 更不要说这六名羽化道人了 黑黄自语 这座大幕还真是不一般 连羽化道人都有 真不知还会跳出什么来 我又有点翻嘀咕了 该不会真有哪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想以尸正地吧 第五层工具 地上尸体更多 没有落脚的地方 一地的血泥 偶尔有白色的骨头渣子 蹦溅出来 粘在剔透的玉墙上 叶凡心中一灵 这里发生了什么 该不会所有人都死在这里了吧 忽然 叶凡感觉到了残存的极道力量 同时他从血泥中发现了三具特别的碎骨 带着玉质光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